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明星合作官宣,王一博,于是,谭剑刺待遇悬殊引发热议。 王一博,于是和谭剑刺,这三位年轻而有实力的艺人,近日官宣了各自的新商务合作。 然而,令人意外的是,尽管他们同一天宣布了新项目,但他们所获得的待遇却出现了天差的别的情况。 首先,让我们来看看王一博。 作为当下备受瞩目的流行偶像,王一博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。 他的新商务合作是与一家知名品牌合作推出个人代言,而据悉,合作费用高达数千万元。 这一数字无疑让人瞠目结舌,也让人对王一博的市场价值赞叹不已。 作为一位年轻艺人,能够获得如此高额的合作费用,不仅体现了他在娱乐圈的影响力,更是对他过去的付出和努力的肯定。 然而,相比之下,于氏的新商务合作待遇却显得相对低调。 于氏是一位实力派演员,凭借出色的表演技巧和深厚的演艺功底,收获了众多粉丝的喜爱。 他的新商务合作是与一家知名导演合作出演一部大制作电影,虽然该项目备受期待,但据悉,于氏的片酬却远不及王一博的合作费用。 这也让人感叹,在娱乐圈中,实力和知名度并不总能直接对等。 最后,我们来看看谭剑次。 作为一位跨国艺人,谭剑次在亚洲乐坛有着广泛的影响力。 他的新商务合作是与一家国际音乐公司签约,计划发行全球专辑。 然而,与之前两位艺人相比,谭剑次的待遇更显平稳。 尽管没有具体透露合同金额,但从消息中可以得知,谭剑次将获得全球宣传资源和更多的发展机会。 对于这位跨国艺人来说,这样的合作无疑能够进一步扩大他的国际影响力,为他的音乐事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。 通过这三位艺人的新商务合作案例,我们可以看到在娱乐圈中,不同艺人所获得的待遇确实存在天差的别的情况。 这既是市场规律的体现,也是对艺人个人实力和影响力的认可。 无论是高额的合作费用,备受期待的电影片酬,还是全球宣传资源,每一位艺人都在自己的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。 他们的新商务合作不仅是对他们过去努力的回报,更是他们未来发展的契机。 无论待遇如何,这三位年轻艺人都将继续努力,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再见。